几个月来 爱国同兴会会长周庆俊、张秀业 带领该会成员在台北101大楼 以暴力及语言攻击法轮功学员 骚扰陆克 并与台湾民众发生冲突 10月7号还并本加厉 用五星红旗攻击前去采访的新唐人记者 公然挑战新闻采访自由 并毁损了记者的手机 被攻击的记者已经向警局表示 要提告爱国同兴会成员消勤 触犯公然侮辱罪、强制罪和毁损罪等罪名 绝不纵容以暴力来恐吓记者报道真相 记者协会长陈晓宜 也在第一时间公开谴责同兴会成员 对本台记者的人身威胁以及妨碍新闻自由 高举谩骂标语、高音喇叭叫嚣 101大楼旁爱国同兴会八日傍晚 变本加厉攻击记者 一脚踢开记者手机 爱国同兴会成员消勤 对前去采访的新唐人记者步步进逼 多次近距离咆哮唾骂 信信然转身离去 不到20分钟又顾台附盟 举起五星红旗逼近记者 妨碍记者拍摄 大手用力一挥 记者手机被回落置地还被踢走 昨天是一名成员直接用中共五星旗把我盖住 还把我拍摄的手机两次打落 还弄脚踢开 这种行为我觉得不只是严重的威吓我们新闻自由 他们在那边妨碍中国人知道中国人权的真相 现在也来威胁台湾民众知道真相 从8月开始就深度报道爱国同兴会递谱行径 新唐人记者陈真 遭到爱国同兴会成员威吓回损手机 提告爱国同兴会成员消勤 涉及公然侮辱罪强制罪回损罪 新唐人亚太电视台新闻部经理强烈谴责 新唐人作为一个不畏强权 秉持公正报道原则 挖掘事实真相的电视媒体 我们的记者竟然在执行采访任务的时候 受到手持中共五星期的爱国同兴会成员 当众无理叫嚣暴力对待 我们除了强力谴责爱国同兴会成员的暴力行为 并且已经提告之外 我们还想问究竟台湾到底还存不存在新闻采访自由 不在乎公权力介入 爱国同兴会成员对记者大声叫骂 记协会长陈晓宜看到影片 也认为新闻采访自由应当受到尊重 这是台湾最重要的民主价值 去攻击记者的这个作为 我觉得它已经造成对记者新闻采访权的危害 那我觉得这个应该爱国同兴会要 本身要制止 因为你在台湾这样的一个民族国家 对新闻自由新闻采访权都应该要有一定的尊重 不实施采访的妨碍 而且它也对记者的人身安全 有所威胁 我觉得都是不应该的 挥舞五星红旗公然暴力挑衅新闻采访自由 爱国同兴会在知名观光景点所作所为 已经让台湾引以为傲的民主自由价值 蒙上一层红色阴影 民众不禁要问 台湾的公权力究竟能不能彻底执行 保障台湾民众的言论自由及媒体新闻自由 新唐亚太电视连家伟张之轩台湾台北也参谋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